大家期待已久或者说等待已久的两会终于要在未来的几天召开了 那么现在美国媒体这一边关注到跟中国相关的信息的时候 也曝露出了两会前来自中南海内部的更多信息 比如说今天早上我们看到来自华尔街日报的最新报道 其中就曝露出了一个很重要的信息 就是对于这一次的疫情的应对 暴露出了整个中国共产党内的危机管理存在着明显的缺陷 而现在习近平本人很担心这样的政治后果到底是什么 文章开始就像我们介绍到 说中国一年一度的这样的一个立法会议 在推迟了两个半月之后终于是深深来迟到了北京 这样的一个会议虽然是迟到了已久 但其实也是一个难得的机会 就是习近平可以通过召开自整个疫情开始以来的中国 首个这样一个重大的政治会议来阐述他的更多的经济目标 并且把整个中国的这个政策方向 从疫情之前的那样的一个比较稳定的状况下 重新的推上前台 也就是说更多的是一个重回正轨这样一个仪式性的活动 而习近平的最高的这一些副手们 在上周比较集中的出来表态就是称赞了习近平的领导力 但是虽然是有这样的表态 那么华尔街日报所采访到的一些中国党内的观察人士 仍然认为习近平最近的一系列举动都在表明 他现在对于整个大流行病带来的政治后果是感到担忧的 首先是因为这次大流行病是肆虐了中国的经济 同时也是暴露出了中国党内危机管理的各种各样的漏洞 比如说习近平在全国的一连串的访问中 主要就是推动消除贫困 同时增强中国工业强国的运动 但是这仅仅是一个方面 再去当地考察的时候 他一方面促进企业的发展 要求增加就业 但是另外一方面也要要求当地的企业 要防止冠状病毒的感染卷土重来 所以习近平的担忧可以说是不言而喻的 但是说到这个有关于对批评声音的打压 那么习近平这边可以说是一点也不手软 现在中国党内的调查人员已经质询 并且拘留了一些对于习近平本人的批评者 那我们知道中国政府在上个月成立了一个新的协调小组 叫做平安中国是由中国最高的安全级别的官员来组成的 具体的职责就是包括追踪和控制 因为疫情的经济影响而引发的社会动荡 并做此据此进行相关的处理 那么在国际上习近平也是有很多的动作 现在是为了反击整个国际社会对于中国处理方式的反弹 习近平这一边承诺为全球抗击病毒的努力 要提供高达20亿美元的援助 并且承诺要支持对于跟病毒相关的科学研究的发展 还敦促外国领导人要尽量的恢复全球的贸易和投资 而与此同时中国外交部的官员们在国家媒体 在国外的社交媒体上也掀起了这样一个民族主义的爱国浪潮 与美国的官员还有世界各地的人 针对于整个传染病的问责 可以说是进行了很激烈的交锋 那么在这个一年一度的两会上 习近平今天的这样一个会议 就是他把国家从疫情中恢复出来的 一个很重要的象征性的举动 那么他通过这样一个会议 如果能够成功地投射出信心 并且回击到国内和国外的批评 展示他本人的领导风格 那么可能对于他来讲就是一个胜利 但是在现在这样一个情况下 如果说各种因素都是对于习近平不利的 其实国际上还有一个因素 可以说是给习近平带来了一些转机 是什么呢 就是美国这一边 那么来自华盛顿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 中国政治专家布兰切特在接受 华尔街日报采访的时候就表示 说现在全世界的民主制度 包括美国 尤其是美国 其实都没有能够成功地来对抗和遏制 这样的一次疫情 这也就让习近平在原本面临着巨大的 国内的政治压力的时候略感轻松 那么我们知道 现在如果我们在网上看到很多 比较支持北京政权 或者有时候我们说小粉红 这些网友在回应我们的节目的时候 经常看到一个评论是什么呢 就是你还说我们中国呢 你看看你们美国现在死了多少人 等等等等 所以布兰切特的分析就认为 正是因为这一次整个民主国家 在应对这一次疫情的时候 展示出的这种低效 以及在民主国家所造成的这种伤亡 反而是给了习近平更多的喘息之机 否则习近平这一难关 可能真的就难以度过了 而对于习近平而言 现在的首要问题其实是国内问题 而国内问题中的首要问题 又是经济复苏和稳定就业 那我们知道 中国方面曾经承诺在2020年底 要把经济的规模 在十年前的基础上翻一番 那么现在呢 中国政府已经对这样的一个硬目标 进行了相应的软化 也有很多经济学家认为 在今年的这个两会上 不会再提国内生产总值 增长的硬目标了 因为如果完成十年翻一番 这样的一个目标 那么今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 至少都达到5.5个百分点 而目前呢 从整个情况来看 不要说5.5个百分点 能不能达到三个百分点 能不能达到四个百分点 现在还都是未知数 因此呢 在谈到两会的具体的目标的时候呢 很多经济学家就预测 今年可能不会设置原来的增长目标 而是会采取一个更低 或者是更灵活的目标 甚至有可能完全放弃 那么这将表明了 中国政府在刺激经济和管理 公众的预期态度是有所改变的 而现在习近平还必须应对的一个 另外一个严峻的经济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可能影响到数千万人的失业率的问题 那么尽管中国官方这一边 公布出来的失业率的数字 还是比较可控的 但是我们此前也为大家介绍到 就是中国失业率的这个统计口径 实际上有很大的问题 包括呢 在城市中的农民工不被记录等等等等 所以呢 如果是按照独立机构的分析 那么中国的失业的人口 可能已经达到了六七千万左右 反映出的真实的失业率 可能已经到了百分之十几 甚至是百分之二十 那么这样一个数字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经济高速发展的国家来说 是非常罕见 同时也是非常危险的 如果我们看到中国党内本身的声音啊 在上周五举行的这样的一个立法会议的提前会议的时候呢 中国党内的二十五名政治局成员 是赞扬习近平的英明领导 并且呢 对于习近平提出的要确保经济稳定的要求 保持保持赞同 那么呢 政治局啊 大家指出是习近平领导的共产党和军队国家啊 这样的三位一体的情况下 打响了一场人民斗争 而习近平呢 亲自指挥 亲自部署 奠定了这一次人民战争胜利的总基础 那么在这样的两会上呢 那么大家一起夸赞习近平的声音 似乎是不会改变的 除此之外呢 大家还预计 在两会上还会批准中国第一部统一的民法典 而这呢 也可以被中国官方作为重要的法律上的建树 或者是政绩来宣传 而这个法典呢 本身的要指是通过更新法规 以提高对于公民公司还有其他组织的相关的法律保护 让法院更容易统一的适用于法律的规则 但是现在呢 鉴于整个这个中国官方对于法律的控制 包括呢 被认为啊 对那些偏离的党的利益的律师和个人进行恐吓 也有很多法律学者对于这一步法典 到底能不能公平实施 保持一种怀疑的态度 那么过去啊 在两会上 虽然是面临着很严格安排好的程序 但是呢 也会有一些代表 那不管是政协代表也好 还是人大代表也好 利用两会这个场合来对政策进行一些辩论 或者呢 是提出一些批评意见 但是呢 从这个习近平的第二个任期开始啊 这样的批评声音是越来越小了 那么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方式呢 就是中国官方一直在试图 压制这样的一个声音 而在最近几年呢 习近平集中决策权 威胁要惩罚那些表现不佳的干部 可以说呢 这样的趋势也是越来越明显了 包括在针对整个疫情的处理方式的时候 那我们知道 中国的公众在刚开始的时候 对于整个疫情的处理方式 表现出了很大的愤怒 而整个这种愤怒的高潮 就是中国医生李文亮 那么他呢 作为一个吹哨人 首先呢 是被中国官方训诫 甚至是在被这个央视的这个新闻联播上 被拉出来对他进行大肆的鞭挞 而之后呢 他不断的这个 怎么说呢 在这个抗疫前线 死亡了之后呢 又遭到了中国官方这一边的 整个时间大反转 180度大反转 把它封为劣势等等等等 整个这样一个事情的处理方式呢 其实是引起了中国舆论的很大的反弹 但是现在啊 如果我们看到中国媒体上 对于这样批评生意的舆论呢 可以说是越来越压制了 并没有汲取当时李医生 这个事件的更多的教训 那比如说啊 这个现在的国家媒体 已经比较公开的 把习近平描绘成一个英明果断的领导人 能够啊 通过他的一己之力 把整个国家 从这一场公共卫生的灾难中拯救出来 同时呢 还把中国政府的注意力 转向了减轻经济影响等等等等 同时还宣传了很多习近平 在全国范围内的视察等等 把整个舆论的方向 从抗击疫情转向经济发展 包括对于习近平本人个人的 这样的一个称颂上 那如果我们观察到习近平本人 在过去几个月中的出访历程啊 我们看到他在三月底到四月底的时候 访问浙江的时候 努力强调的是什么呢 是稳定经济和保障民生 而上个月呢 他在山西的北部的一个乡镇里 在那里呢 特别强调了社会和产业政策 并且呢 强调了这个市政的扶贫工作等等 所以如果从习近平出访的信号来看呢 我们也可以看到啊 整个官方的舆论宣传的重点 慢慢的是把大家对于整个疫情的关注 变到了对于整个经济生产的恢复上 以及对于整个习近平个人形象的打造上 但是现在北京方面呢 同时也在扩控制或者是加大 对于整个疫情叙述 到底应该朝什么样的方向发展 这样一方面的控制力度 那比如说之前的几天啊 中国当局对一位职严不讳的法律学者 叫做张雪忠进行了质讯 那么张雪忠的当时啊 是写了一封公开信 来呼吁中国的立法机构进行改革 进行政治方面的更多的进步性的举措 而同时呢 在几周前 那么中国这个中国党内的这个检查人员啊 也对一位叫做任志强的 这样一个著名的地产大亨进行了调查 原因就是在三月份的时候 任志强在网上发表了一篇批评习近平处理冠状疫情的这样的一篇文章 那么之后呢 他面临着失踪和更多的调查 所以总体来看 在这样的一次危机情况下 中国内部面临着很多的挑战 这种挑战既是有经济方面的 同时也是有政治方面的 而政治方面的挑战呢 就是习近平当局处理这一次疫情的不利 以及反映出的党内的管理失当 但是在这样的双重压力之下呢 从官方的舆论 这个这样一个宣传的看呢 那么似乎呢 现在更多的重点是要把从本身疫情本身的处置离开 而更多的是转向对于习近平本人的形象的打造 以及中国下一步经济生产的恢复 但是在这样一个官方宣传转向的同时 没有放弃的就是对于异议人士 还有对于不同声音的批判 所以啊 在这样的几种不同力量的交织下 未来的两会到底会开出一个什么样的样子 可以说呢 是让人充满了期待 同时呢 也是留下了很多的悬念 而说到两会内容留下的悬念呢 今天早上啊 在日经上有一篇评论文章 来自呢 著名的中国问题观察者 裴敏欣 他表示啊 之前的这个中国的两会呢 很多呢 是一种轻飘飘式的仪式性的活动 但是这一次的两会可能会不一样 为什么呢 就是这一次疫情引发了非常严重的电源政治后果 导致了中国还有主要的贸易伙伴之间的关系 出现了恶化 供应链呢 现在也开始加速从中国转移 而中美两国之间的战略冲突更是不断的升级 那么现在呢 不管是习近平也好 还是李克强也好 他们都认识到 在为期十天的这个会议期间是有很多工作要要做的 而他们的首要任务是什么呢 就是要树立自己的一种有能力的形象 有能力把中国从这样一个波轨云爵的议员政治和经济态势中恢复回来 而现在不管是参加两会的代表也好 还是中国公众也好 他们最希望能够从两会上听到的 不仅仅是过去年一样空洞的口号 而是到底应该怎么样应对 现在这样一个紧迫的经济和外交政策挑战的具体的这样的一个措施 但是裴明星也看到 说中国共产党的优先事项和整个中国的优先事项 有的时候并不完全是重叠的 因此如果我们看到两会的这个官方的文件 那么可能更多的是毫不掩饰的来庆贺 中国共产党此前在遏制疫情方面所取得的成功 特别是对于习近平本人领导力的赞扬 而且中国官员们很有可能会继续的吹嘘 一党执政的优越性等等等等 但是如果你是中国资深的领导人 你应该知道这种夸耀并不会让中国的商界政界 还有一般的中国民众得到放心 现在中国民众更希望得到的就是 到底应该如何振兴经济 到底应该如何管理日益恶化的外部环境 能不能拿出更多的政策细节来 因此这个赔米新的文章就分析认为 说现在北京需要拿出的细节具体有哪些呢 首先是你之前已经提到的 就是要加大对于基础设施的投资 并且要授权地方政府 要增加借款 以帮助中国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 那么现在你已经把地方政府的借款限额 提高到了两兆多人民币 基本上已经超过了二零一九年全年的额度 那么尽管你之前提到了 政府的两个首要任务是保障就业和民生 但是你没有公布具体的方案来帮助经济增长 那么到底私营企业家庭消费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支援的方案 两会上可不可以拿出更有力的刺激方案 如果李克强这一边能够拿出这样的方案的话 那么毫无疑问对于中国的经济 还有民众信心而言都会是一个强心计 而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点 就是这个实质性的内容是什么呢 就是中国政府到底有没有这样的决心和勇气 来放弃对于年度增长目标的追求 那我们知道李克强之前公开宣布 中国将不再设定未来几年的固定增长目标 那么这个信号被平民心解读成为 是比较受到外界欢迎的 这表明中国政府终于是准备好了 把经济增长的首要的核心放在质量上 而不是数量上 那么通过这样的次两会 我们是不是就可以借这个机会 就是真的结束对于中国经济增长数量性的目标 这样一个制定方案 更多的向外界传达出信心 就是我们现在更多的看重质量呢 这也是提振信心的一个很好的方式 但是平民心的文章中也指出 现在再除了这些之外 还有另外一个很隐含的一个忧虑是什么呢 就是这一次两会可以说呢 是超出之前的预期 采取了当面举行的方式 还是两会的代表集聚一堂 在人民大会堂产生面对面的交流 那么这呢当然是一方面 是习近平向外界传达一个信号 就是那么全世界都不能开会 只有我们中国能够面对面的开会 这当然是我们中国领导力的这样一个展示 但是同时这也留下了更多的隐患 因为如果这个在中国参加 在北京参加两会的这个五千名代表中 有一个或者是几个人感染了病毒 那么这显然对于整个中国的形象 是有很严重的打击 因此呢这个平民心文章也认识到 说呢不管出不出现这样一个确诊病例 那么可能这对于中国的形象还是次要的 现在对于挽救整个中国形象来说呢 最重要的还是政策的实质 而在这样一个情况下 中国官方中国党组织不妨放弃 自我美化的更多的努力 真的把政策目标集中在实质性的内容上 好那么上面呢就是我们为您带来的 有关于两会方面的更多的这样一个消息 而我们知道两会在今天晚些时候 美国东部时间这一边呢 政协会议首先开幕 那么我们华尔街电视呢可能也会安排相应的 现场的精彩片段的直播 所以呢更晚些时候也请您锁定华尔街电视 关注到我们这一边华尔街现场的更多的播报 那么下面呢再要为您关注到的是跟经济相关的一条信息 那么这一条信息啊 早些时候我们在华尔街网报中也为大家介绍过 今天呢再进行一些具体的分析 是什么呢 就是啊根据market watch 我们叫做市场观察 这一家媒体所披露的信息 现在美国的参议院要拟定一项新的立法 而这项立法如果通过的话呢 那么将最终禁止很多公司在美国的交易所进行上市 或者呢是以其他的方式 从美国的投资者那里筹措到资金 那么这样一本方案呢 是由路易斯安那州的共和党人肯尼迪议员 在本周呢即将提出的 他的名字是什么呢 叫做外国公司控股法案 而这样的法案呢 也得到了来自马里兰州的民主党的参议员范霍伦 还有来自北达克他州的共和党参议员克拉默的 共同提出签署 这样一个法案会要求什么呢 就是中国公司在美国上市 必须要拿出证明证明 拿出证据证明 你不是由外国政府所拥有和控制的 那么像这样一个情况呢 比如说像阿里啊 像华为啊 这样的公司就比较难受了 因为呢之前啊 他们一直是由于整个股权体系太复杂 与中国政府关系不清晰而受到外界的诟病 而与此同时呢 所有的想在美国上市的中国企业 还将被要求提高审计报告 而这个审计报告必须是要由 美国这一边的对口审计机构 也就是我们说的PCAOB啊 叫做上市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来进行审查 那么啊这样一个这个机构呢 它是一个非盈利的一个机构 它呢主要是负责监督所有试图在公开市场 募集资金的美国公司的这个这样一个审计工作 所以呢整个法律的核心 上市公司必须要接受美国的财务监督 那么我们知道而中国呢 此前一直是拒绝要遵守美国的证券法 原因是什么呢就是中国本身的法律规定 就是禁止审计师的工作被转移到国外 所以这也导致了一个后果就是 中国的审计方案审计标准和美国和欧洲 以及世界上的其他地方都是有很大不同的 因此呢中国的企业在美国上市 如果是按照之前的做法 就没有接受到有意义的财务的监督 那么这个参议院的立法呢就试图改变这样的情况 但是这其实已经不是参议院第一次提出这样的做法了 在2013年的时候呢 当美国的证券交易委员会与中国的这个监管机构 在进行协商的时候 就已经就审计方案方面进行了相关的磋商 但是现在由于整个美中关系恶化的大背景 包括整个美国大选年在中美关系上的 更多的压力点的出现 那么这一项法案在今年成为法律通过的可能性 就比过去的这些努力要高很多了 而且呢现在大家普遍的意味是什么呢 就是这项法案如果是可以上台表决的话 那么很有可能是可以获得参议院的 无反对的一致通过 那么这样的一个法案 现在不仅仅是得到了两党的支持 而且呢可以说是得到了两党的追捧 因为不仅仅是共和党人啊 民主党这一边也希望在大选年 展示出对中国的更多的强硬的形象 而之前呢美国的白宫这个经济顾问库德罗 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呢也透露出了更多的消息 他也表示现在白宫在推动美国市场上 中国公司上市的时候呢 要推动他们承担更多的责任 他认为这一是为了保护的美国的投资者 同时呢也是为了保护美国的国家安全 他特别提到现在很多的中国公司 已经出现了审计的丑闻 让投资者损失了很多钱 而其中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 他们的财务报告是不透明的 和美国这一边的标准是不接轨的 所以呢啊那我们也很知道啊 库德罗这样的一个说法肯定是意有所指 那么所指呢可能就是瑞幸 这样的一个财务审计的丑闻 那么这样一个法案 如果是在参议院获得通过的话呢 那么之后呢也是按照美国法律的流程啊 要先到民主党控制的众议院进行通过 然后呢到总统的桌面上去签署啊 这个进行法律 但是呢这样的一个法案和之前的香港人权民主法案 还有呢和之前的有关于新疆的 这样的维吾尔族人权法案 是有很大的不同的是什么呢 就是他在国会和白宫是存在着利益的一致的 因为我们知道之前呢这样的人权法案呢 在国会这一边当然是得到了非常高的支持 但是当时由于整个中美贸易之间的局势还很不确定 而川普这一边呢还是希望能够维持住贸易协议 所以对于这样一个显然会激怒北京的方案 白宫这一边一直采取了比较暧昧的态度 而这一次不一样 川普总统本人已经很明确的说了 一百个贸易协议也比不上一次这样的一个疫情 对于美国经济的影响 那么他呢在大选年也是面临着更多的 对于中国强硬化的这样一方面的压力 所以啊现在整个的白宫和国会 在针对中国公司这个这个问题上啊 基本上是形成了利益的共同点 所以啊这样一个法案是不是在近期 就会在整个国会两院以及在白宫获得通过 并且真的成为法律了呢 那么目前来看啊 各界的预测是比较乐观的 而如果这样一个法案真正通过的话呢 那么之前美国的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所编制的 2019年美国证券交易所上市600多家中国企业名单中的 很多大家赫赫有名的这样一个中国企业 很有可能就会面临重新被查账的危险 其中也包括阿里巴巴还有百度等等 而如果反而通过的话呢 这些企业要么你是接受美国的监管要求 如果你执意不接受的话呢 很有可能就会面临退市的风险 所以啊这一点啊 作为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消息 我们再为大家进行一个播报 以及呢相关的分析 而之前呢有关于中美两国在金融领域 更多压力点的产线呢 其实呢也有很多的消息 比如说啊在之前路透社 我们有为大家介绍到这篇独家报道啊 就是纳斯达克首次为了IPO的募资的规定 设定了最低值 要求来自包括中国在内的国家 至少要筹资到2500万美元 达到上市后市值的四分之一 那么那路透社的分析就说啊 说这个纳斯达克之所以要收紧IPO的规定 主要就是担心部分潜在进行IPO的 中国公司的会计透明度等等 而那几乎是为了证实纳斯达克这样的担忧啊 那么刚刚上市一年的瑞幸咖啡就发布消息 说公司呢收到了来自纳斯达克的退市通知 而瑞幸呢就此要举行听证会等等等等 那么而面对这样的一个疫情 面对这个疫情下中美关系不断紧张局势 带来了更多金融领域的挑战 那我们到底应该怎么看呢 从我个人来讲啊 其实呢你当然可以说这些所有的规定 是针对中国公司的 但其实啊另外一个解读方式就是 之前中国公司搞特殊化太明显了 全球呢都有这样的审计标准 那为什么仅仅你中国不要去遵守这样的标准呢 所以呢另外一种解读就是 其实呢这样的规则本来就应该是普世的 那么美国的企业上市是要按照这样的规则来的 那么中国企业上市呢也是应该按照这样的规则来 而现在随着中国的上市公司更多的被出现啊 曝光造假等等等等情况 不仅仅是对于整个中国公司的信誉有很大的打击 而且呢也直接伤害到了二级市场投资者的利益 所以呢以财务透明度作为上市的要求 在我这边看来对于中国的公司这个增加更多的限制 其实是无可厚非的一个举动 如果一个公司的财务审计真的是符合标准的 真的是一家优秀的公司 那么你赴美上市其实还是可以继续上市的 而这样一个规则上的严格呢 其实更多的来讲呢是可以把那些害群之马 或者是本身审计上就存在很大业务的这样一些工 这个公司啊 把它关在美国的门外 或者是关在美国的市场之外 而这样的一个举动呢 也会促使整个中国公司的财务更加透明开放 而一旦中国公司呢 在这样的就是经过这样的一个真金白银的考验之后呢 其实对于他们上市的估值啊 可能是会提到更多的提振作用的 因为毕竟如果你整个公司的财务报表 根本不知道是真是假 有哪个投资者愿意给你拿出更多的估值 市场又怎么会看好你这样的倾向呢 所以呀从我这篇的分析来看啊 既然是你在国际市场上要上市融资 那么去吻合国际标准的会计审计制度 这呢可以说是应有之意 那么很多中国公司之所以会认为 整个这样一个规定啊 是针对自己而来 其实很大程度上呢 可能是因为他们之前呢 是把很多中国商业土壤上的一些潜规则 比如说刷单啊刷评论啊 造假呀伪造数据呀 这样一个一个一个大家玩惯了的伎俩 当做是美国或者是国际市场上 也应该允许的商业行为 所以呀我觉得在这样一个背景下 那么虽然是整个中国公司 可能会面临很多更多的监管方面的挑战 以及在美国这一方面的不信任 但是仅仅是从收紧监管规则 提高会计审查标准这一方面来看 我觉得中国公司更多的去遵守 国际市场的玩法和规则 可能呢不仅仅是对于那些优质的公司有利 对于整个中国公司在国际形象上的改善 也是有帮助的 好那么有关财经方面的消息啊 就为大家说到这里 那么下面呢 是不是在请问为人这一遍 呢 这十分钟